這是第四次的台海危機 老談說了同島一命的故事 有一江山的悲壯的犧牲 也有了為了大局而撤退的大城島 那我注意到解放軍的東部戰區 和海南省博物館 聯合舉辦了海南島戰役專題展 被認為說這個 是不是有某些的暗示性的問題 老談是怎麼看 我們這個節目一向都指考古不講現在 針對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簡單的說一下 蔣介石他是在1949年1月15日下野之前 把他還可以控制的部隊 主要都撤退到東南沿海一帶 特別是以上海還有福建沿海 然後以台灣為支撐點 希望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可以反攻回去 至於在海南島 陸續有十多萬的國軍部隊撤到那裡 這個地方因為與列州半島 隔著25公里寬的琼州海峽 解換軍的四野的四十軍還有第四十三軍 因為沒有那麼多的船隻可以渡海 所以一時之間他們也只能隔海星探 海南島也變成了所謂的反攻跳板 台灣過去對海南島的撤退 其實相關的說法記載並沒有多 對於這一段 我以前其實也沒有特別的搞懂過 後來有一次訪問的一位 徐建民徐伯伯 他是山東人32軍的 他是從青島撤退到台灣 然後再到海南淵林 這支部隊是當時駐守海南島五個軍之一 被四野評估為最具有戰鬥力的一支部隊 那其他的四個軍 他們四野就認為說 這個戰鬥力普普還好 其次是渡海作戰或島嶼作戰 他具有非常強烈的殘酷性 因為攻擊方還有反手方呢 彼此都是一樣 退遲一步 急無死所 所以如果你沒有把對方趕下海 那就是自己下海 我很久以前 就聽過一位老兵在講解放軍渡海的時候 他看到有數千人在沙灘上面被拘束 武器全部都架在旁邊 國軍在一旁看守 結果突然間有另外的解放軍或接應的土共打過來 這些原本已經投降的登陸部隊 就突然間衝過去拿起武器 很快的國軍就潰敗了 那在稍早之前 周三在浙江沿海的周三的部隊 也開始收縮 所以那個時候蔣經國 他特別發表了談話說 海南還有周三的撤軍是為了台灣第一 所以我們現在也常常看到 有人在講台灣那麼晚 所以意思其實跟蔣經國講的有點不一樣 可是味道是差不多的 所以說剛老談說 這個青島的部隊撤退到了台灣 台灣又分了一些部隊到海南 像這樣子的國軍他的這個佈局 他是怎麼樣的規劃 1949年10月29日 蔣介石那個時候才開始決定說 要把駐守海南島的國軍進行整變 撤銷了南天王陳濟坦 他的海南特區警備司令部 另外再成立了海南防衛總司令部 並且任命薛越 就是打過三次長沙會戰的薛越 任命為總司令 薛越的司令部呢 他下面有62軍 63軍 64軍 32軍 還有第四軍 合計是5個軍 大概10多萬人 這裡面有相當比例是 越系的部隊 也就是廣東部隊 例如第四軍就是以廣東人為主 另外呢像32軍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薛波波 他們的部隊是青島 以山東人為主 那在薛越的指揮下呢 他們在海南島建構了這個環域公式 再加上那個時候國軍還有50多艘的軍艦 30多架的飛機也部署在海南島這邊 所以薛越講說他的這個柏林環線是非常的堅固 而且是有陸海空立體環域體系 可以抵抗得掉 老坦剛有提到說這個在海南島布防的是 主要是越系的部隊 主要是 那我們之前也比較少提到說 這個越系部隊它的組成啊 所以可以請老坦幫我們稍微聊一下 它的這個組成 講到這裡 我們還是要先簡單的先回顧一下 就是近現代非常有名的蔣貴之爭 就是蔣介石跟貴系 這個蔣貴之爭 另外還有兩管事變 這些都涉及到國民黨 他們那個時候內部的分裂 像兩管事變裡面的陳濟堂 它是有南天王的稱號 至於像貴系 它的影響力更大 領導人是李宗仁還有白沖喜 那現在呢 因為局勢的關係 所以兩管的軍人這些將領 紛紛的就進退到海南島 像李宗仁回憶錄裡面 他就提到 他說白沖喜在1949年12月3日 他因為這個部隊潰散了 所以就自身飛往海南島 和退往海南島的越籍將領 陳濟堂 漁漢摩 薛悅 他們就一起開始會上 要怎麼樣子還手海南島 這個時候 他說國軍還有不少的艦艇 空軍也還算完整 那解放軍海空都缺 一時想要渡海也並不容易 所以如果那個時候 國民政府想要堅守海南島 還有台灣這兩個島的話 苦稱待變還是會有機會的 而且在海南島緩攻的話 其實會比台灣更容易 李宗仁說呢 可惜守海南島 並不是蔣介石他的心願 因為他的著重點 仍然是在美元 那那個時候美國國會 已經通過了7500萬美元的圓滑款項 蔣介石希望造成一個事實 也就是美國如果他要圓滑的話 只能有支持一家別無分店 而台灣已經被蔣介石所控制了 所以他命令把海南島的部隊 全部都撤到台灣 不要再有等於說 第二個國民政府 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命令海南島的守軍 全部都撤往台灣 那所以呢 解放軍他就沒有特別的動用武力 就可以順利的渡過穹州海峽 佔領了海南島 所以剛剛老團提到的 這個是李宗仁他在回憂路裡面的說法 那事實上是這樣子的嗎 像我們前面提到的徐伯伯 他是32軍從青島到台灣再到海南 他自己講說他們那時候在海南島 吃的是美元的麵粉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看起來 這些美元其實還是有進入到海南島 所以說事實上他們有吃 在那邊的守軍有吃到美元麵粉 那國軍應該武器裝備 也是有特別去關照的 怎麼會守不住 那就跟李宗仁他的說法好像是 有點抵觸 對他說可能是我故意要放棄海南島這樣 嚴格說李宗仁的這個講法 也不是完全空穴來風 因為老蔣也一定多少會提翻這一點 因為在海南島的降臨 多半都是不太聽他話的人 比如像薛月還有余漢摩 他們在老蔣下野之後 其實都是支持李宗仁的 可是如果要講到說守不了海南島 其實真正最主要原因 我覺得還是在於軍隊裡面 他派系的問題 不要說抵抗視野渡海 因為連在海南島內部的土共 像弘柏吉喻他的部隊 通通都沒有辦法完全的圍剿 所以說那時候海南島上面 其實也有就是共軍在流動 這個又關係到說派系 國民黨軍隊的派系 是比如說像是32軍 他的軍長是趙林 他到了海南島之後 他就有看善的嫌疑 不是那麼的聽南天王陳季堂他的話 所以有一次他到台灣就被流下來了 那軍長就變成李玉堂 所以這些將領的名字 坦白說我們都很陌生 是 可是其實他們都是名將 以那個時候標準 都是名將 所以老團特別提到他們 其實他們都是名將 都是會打仗的將領 對 對我而言 這個海南島戰役最有故事性的地方 其實還不是在整個戰鬥的過程 那我們知道對解放軍而言 他當然主要是牧船渡海 用牧船打軍艦這些傳奇 可是對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而言 最主要是在這個第二大島 一下子來了那麼多的各路大神 比如說像是白松席 陳季堂 薛岳 余漢摩 甚至還有像李玉堂這樣子的將領 而這些像這位將領 他是山東山底之一 他來台灣以後被槍斃 所以這段海南島的撤退 其實是有很多可以說的 也可以拉大我們的節目的戰略眾生 我們下巴士 可以當時到達大方的 會議 找人 其實 有很多 給你 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